接下来的两条新闻 我们来关心一下平时我们不太重视的屁股 看完之后呢 我有点坐立不安 不是开玩笑啊 是真的坐立不安 总是觉得屁股坐着的椅子好像要爆炸了一样 你可能要说了这椅子怎么会爆炸呢 你别忘了啊 有些椅子是升降椅 里面是有气压的 这不前两天有一位靓女就中招了 那个声音真的比炸弹炸的还大 外面的离了几十米眼的都听到了 人家以为我以为是煤气管爆炸什么的 所以很严重 小刘急忙跑进书房 眼前的一幕把他惊呆了 只见屋子里全是碎片 旁边的电脑机箱也被炸开 而导致这场悲剧的竟然是电脑前的这把升降椅 椅子的座位已经完全爆裂 二十厘米长的气压杆从椅子中间窜了出来 屁股就被插到了嘛 然后就坐到床边了 然后流了很多血就不大一分钟就晕倒了 经过五个小时的手术 医生从伤者肠道里清出了十几块碎片 现在还需要继续观察 椅子也会爆炸吗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2009年 山东一位老人也是被这种升降椅炸伤 一根二十厘米长的气压杆完全插进了身体里 而山东郊州一个十四岁的少年还因此身亡 如今的写字楼办公室 升降椅几乎是人手一把 哇 我们坐的椅子 会不会有一天也让我们屁股开花呢 像上报纸上说的什么爆炸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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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张只有一张 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木板加海绵的这个不会的 该它倒霉吧 一千张就有一张会爆炸 这么高的重彩率 再买椅子真是要好好挑挑了 记着在走访多家家居卖城时发现 价格在一两百左右的普通升降椅 几乎都没有贴商标 看起来很是可疑 而这种本来有严格生产要求的升降椅 商家们组装起来却是信手拈来 升降椅大致有三种 油压式 机械式 和气压式 现在市面上普遍卖的是气压式 专家介绍 这种气压式椅子的升降动作 是靠内部气压来完成的 如果气压杆内灌的气体纯度不够 或者杆的容器材质差 风口密封不严 都可能引发爆炸 而且这升降椅 不仅要会挑 还要会用 相信很多办公室一族 都喜欢直接坐在升降椅上 滑来滑去 但这个动作非常危险 因为经过了反复重压移动 气压杆容易受力不均 时间一长就会磨损 形成爆炸隐患 而反复升降椅子 或者猛的坐上去 同样得小心屁股开花呀 有点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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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